內地有女大學生畢業就想飛走 她認為自己的樣子帶貴族氣質 和父母平凡的樣子不同 懷疑自己並不是父母親生 更加深信自己原本是父二代 可以住在城中的屋 在大學讀書 並非是出身農民的父母可以負擔 認為背後另有父母母親父母 為了認回親生父母 她以死相逼 要求和媽媽做親子鑑定 鑑定結果出來令她被事實打臉 事件更加一度成為網絡意話 而她的媽媽近來表示 女兒早在少年時期 就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 所以未有跟女兒計較 決定會一直好好照顧她